上一堂课里面呢,我们提到过如何写一个程式来侦测这个环境的亮度,随时间的变化关系。 那同样的道理,我们这个程式呢,也可以把它稍微变化一下,然后拿来侦测太阳能板的发电电压随时间的变化关系。 比如说白天有太阳的时候,太阳能板的发电电压比较大,那到了晚上的时候,太阳能板的发电电压会变得非常的小。 那这个随时间的变化关系,我们怎么样把它记录下来呢? 好,很简单,其实只要改变这个程式里面,我们所设定的这个感应器的位置就可以了。 那请同学呢,把你的这个MotoDuno的这块感应板跟Arduino的感应板,轻轻的把它拔开。 那拔开之后呢,就向左下角,剩下这块蓝色的Arduino Uno的板子。 那现在呢,太阳能板呢,有正极跟负极,那正极是红色的,那负极是黑色的这边,它发出的是直流电。 那现在我们要把正极呢,接到这一块板子的,正负极接到这块板子的某两点。 那是哪两点呢? 好,下面老师用一个放大图。 好,大家看到哈,这边有一个A0到A5的角位,你随便抓一个接。 比如说你现在接的如果是A1的角位,那你就A1的角位呢,接太阳能板的正极。 然后呢,这边呢,有一个Ground的GND,你的负极呢,就插入这个GND的地方。 然后,这个程式的地方呢,因为你刚刚插的是侦测A1这个孔的电压大小,相对于接地端,也就是零伏特的这个电位差。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记得要改写成A1,那这边应该不用再乘以一个系数,你就直接乘以1,或者直接就是把这个设定电压这个变数为Value of Sensor A1就可以了。 那请大家执行看看。